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受差遣的部分 去传的部分 就是看耶稣基督他在历史当中 在两千多年前他拣选门徒 带领门徒 他怎么样去差遣他们 怎么样去使用他们 怎么样地去训练他们 今天我们每一位可慕主的救恩 每一位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信靠他的人 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 在分享正式的经文之前 我想到我前段时间所做的一件事 就是前段时间非常有幸 就是带着孩子们然后去坐了一次过山车 本来就是小孩子去坐的 然后我自己是就看着他们玩一下就OK了 但是到后来我儿子说你必须要去一次 就是应该这个过山车是非常刺激的 他是很喜欢坐 所以他必须要他让我去坐一下 那我去坐了一次 哇 我这个过山车真的是太刺激了 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坐过 对我来讲呢就是他这个左歪右歪的 然后这个倾斜的时候 或者是上坡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我最害怕最害怕的就是他下坡的时候 哇 那个感觉是特别特别的难受 不是说身体受不了 不是说因为这个速度啊 或者是当时的状况你身体受不了 有些人会想吐啊 我当时没有这种情况 我是担心我自己从这个过山车里面掉下去 因为这个心里面知道你是不会掉下去的 但是呢你是心里面是 但是这个理性里面知道你是不会掉下去的 但是你心里面是担心你自己掉下去的 哇 就从高空坠落的那个感觉 真的是太难受了 这个不仅让我想到 就是后来我跟我太太聊 不仅想到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盼望 这样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方面 如果我们没有救恩 如果我们没有福音 有一天按照圣经 按照神的预定 没有得到福音的人 有一天可能面临到地狱的审判 就跟那个恶者 就是跟那个魔鬼 一同要丢在硫磺火壶里边 在启示录那里面讲到一个无底深坑 人就从这个 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上 就跌到那个无底的深坑当中去 这个过山车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有一定的时间的 但是那个无底的深坑那种感觉 是何等的可怕 所以我们是需要福音 同样呢 我们也是需要传扬福音 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救恩 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应许 免得我们有一天 跌到那个无底的深坑当中去 在圣经当中呢 神他是非常注重福音的 他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地上 来预备这份救恩 他也非常的看重要去传扬这份救恩 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就讲 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就是这一切相信的人 神都借着福音来搭救我们 来拯救我们 让我们免得面临到末日的审判 当我们如果是仔细去读四福音的时候 对我们常常熟悉的经文 我们会熟悉马太福音的大使命 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但是如果我们去读 其他的三卷福音 同样我们都可以找到 有关于大使命的经文 有马可的大使命 有路加的大使命 同样也有约翰的大使命 所以这四位使徒 他们都写了关于大使命的 这样的一个吩咐 记载了耶稣的一个吩咐 一个教导 所以我们看 在一开始 耶稣基督他教导人 他带领人的时候 他关于福音的 这些经文当中所记载的 我们再一次重温 第一个方面就是 我们看一看是哪些人受猜浅 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一二和第五节 那里讲到说 第一节说 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 在第二节说 这使徒的名 这个记载下边 第五节说 耶稣猜这十二个人去 所以我们看到很明显 在耶稣第一次猜人 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所猜的就是这十二个使徒 这十二个门徒 让他们去按照 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 主耶稣基督所 这个吩咐他们的 然后向当时代的 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人 去传扬福音 这些人 他们是跟随过耶稣的 他们是经历过耶稣的 而且呢 他们也是亲眼看见过耶稣 这个传扬福音 是医治病人 并且是教导他们的 所以他们在耶稣基督 拣选他们 并且猜浅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顺服 这群人 同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 这十二个门徒 他们是顺服的人 当耶稣猜浅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愿意领受耶稣的猜浅 他们是顺服的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 我在这里因为经文比较多 没有罗列出来 在第二节说 这十二使徒的名 他一一地记载了 这个十二使徒的名字 有西门彼得 有安德烈 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有菲利和巴多罗买 有多玛和瑞利马太 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 还有奋瑞党的西门 还有麦耶稣的加列伦犹大 我们看这十二个人 他们的职业 有渔夫 有瑞利 还有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革命党 就是革命党的人 这个奋瑞党 就是这个西门 它就是属于革命党 因为当时他们是被罗马人统治 他们不想被罗马人统治 他们想推翻罗马的统治 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所以他们是属于革命党 他们的职业是不一样的 但是蒙呼召受差遣 跟职业有没有关系呢 是没有关系的 关系是他们的顺服 同样他们的年龄 他们的年龄可能有大有小 有些人年长一些 有些人年幼一些 他们的性格有一些 这个易怒一些 有一些忍耐一些 有一些直爽一些 有一些内向一些 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 这个西门彼得是比较爱讲话的 他是记载的 有很多门徒 他们讲话的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少的 甚至几乎是没有的 这个有内向的 有外向的 同样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些人 他们跟随耶稣的时间 是非常的短的 可能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 雅各和约翰 跟得稍微早一点 当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就呼召他们 他们就跟随耶稣了 在这个时候 可能大概是两年多 或者是三年左右的时间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晚一点 像马太 主耶稣基督招呼马太的时候 是那时候已经有门徒跟着他 这个马太可能晚一点 也许是一年多 或者是不到两年时间 这样的比较短的时间 这些人其实跟随耶稣的时间 按照今天来讲都不算太长 因为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 就是三年半的时间 所以他们跟随耶稣的时间 不会超过三年半 他比我们今天很多接触耶稣的人 已经信了耶稣的人 所了解福音的这个时间都要短 我们比他们都要长 但是这个能不能拦阻他们受差遣 或者是阻碍他们受差遣呢 并没有拦阻他们受差遣 所以我们看到 无论是职业 无论是年龄 无论是性格 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 当主耶稣基督的差遣 临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愿意顺服 他们愿意照着做 他们愿意听从耶稣基督的话 当他们去做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 在他们身上所差遣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这个十二门徒当中呢 有一个人是特别 非常特别的 就是我们对四福音 有所了解的话 我们就知道 其中有一个人 他是没有得救的 这个人呢 不单是没有 继续地在领受福音的 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份 反而呢 就是当主耶稣基督 这个被钉十字架之后 他就死了 这个人是卖耶稣的犹大 说这个 这个犹大当时也是顺服耶稣的吗 可以告诉大家 犹大当时也是顺服耶稣的 犹大 他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一开始 他并没有 他可能是有不同的目的来跟随耶稣 但是他一开始 他并不是就是这个为了要出卖耶稣 或者是要让这个钉耶稣十字架 他不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来跟随耶稣的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在犹大的身上 我们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呼召的群体 当他进入到这个呼召的群体的时候呢 他们要领受这样一个呼召的使命 他们这些十二十都是被耶稣呼召的 当他进入到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 他就要领受耶稣基督这位主 这位夫子 这位王 所要给他们所猜浅的使命 当然在今天我们作为教会的一员 作为我们这个 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彼此为肢体的 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 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 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呼召的那一份子 教会的这个希腊文的名词 就是被神所特别拣选和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所以当我们成为这一群人当中的这一份子的时候 我们是有责任来顺服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们是奉猜浅 他们是受猜浅 是蒙呼召要去做主耶稣基督的工作 我在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是非常喜欢听一些牧师 一些长老他们的信息的分享的 这些当时在国内刚刚信主 然后资料非常少 我就搜很多的一些牧师长老的 他们自己的见证和他的信息 我当时就听到了在台湾的有一位长老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就是吴勇长老他自己的见证 他说在蛮早的时候 当时他刚信了主 他在台湾的在台北的许昌街 那里有个青年团契 他在那边信主 而且在那边聚会 但是当他刚刚信主 然后非常短的时间 人数达到了 那时候人数并不多 大概是六个人 就有人在台上说 我们现在人数已经达到六个人了 我们可以开一堂主日学了 所以那天就开了一堂主日学 他们就一起来学习圣经 结果到了第二天 突然那个负责人就跟他们讲说 我们的主日学又不能够继续下去了 因为教我们主日学的那个人呢 他有事情 他不能够跟我们在一起聚会了 他要出差 他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有很长一段时间 这样的这个 他们这些 这些人就面临到一个光景 说他这个主日学可能解散 甚至呢 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聚会 这时候呢 他们就想办法 说我们可不可以推荐一个人 出来来带我们 然后呢 他们就随便这个找了一个人 结果这个人呢 就推脱 他说不行不行 我不能带主日学 我信主才三年 我对圣经还不太熟悉呢 这个 我不能带这个主日学 然后 这些人看他不愿意 然后就推荐另外一个人 推荐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说 我更不行了 我信主才两年 我还不如那个三年的呢 这时候推来推去 推来去去 最后就推到这个 当时刚刚信主的 这个吴勇长老的身上 这个 然后就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 然后说你来带我们 当时这个吴勇长老 他刚刚信主 时间不长 他信主多长时间呢 才三个礼拜 有三年的 有两年的 都不行 这三个礼拜的说 如果我们没人带的话 这不主日学就解散了吗 我们的聚会就解散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再传扬福音了 没有办法再生命扎根 这个生命建造了 他就勉为其难 出来跟大家分享了 当天他所读的一段 马太福音 当他读完呢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好 他说不错不错不错 然后下次还是你来带 从那开始 他就开始来带领这个团契 当他回家的时候 他的太太比他信主比较早 然后他就将 他作为这个查经班的 这个分享的 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 跟他太太分享 他太太说 你这个人啊 怎么竟然敢接下这样的一个 这个任务来 你信主才多长时间啊 说不过你已经接下来了 然后你就要做一个 与太阳赛跑的人 什么叫太阳赛跑的人呢 他到后来 他读到圣经 他自己就非常清楚 明白地认识到 说这个以色列人 在出埃及的时候 太阳还不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要到旷野里边 去捡马拿 捡到马拿以后 就是他们一天 供应他们一天需要的粮食 所以从那开始 天不亮 他就起来来读圣经 来预备主的话语 来丰富自己 来让自己来明白神的话语 然后好能够去教导别人 到后来 他们这个团企短短的时间 就变成三十人 就变成八十人 甚至最后变成一百人 到后来呢 就建立了 现在在台北南京东路的 这个礼拜堂 也是一个神迹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 神就用 神会用那个愿意顺服的人 不在你有多少 而在乎你 愿不愿意 接受神的猜遣 愿不愿意 接受神的命令 所以 这个在第二个部分 我想分享的呢 就是说 为什么要受猜遣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 第一节和七到八节那里讲说 这个给他们权柄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在第七节呢 就是说 你们要随走随传 说天国尽了 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疯的 捷径 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地得来 也要白白地舍去 如果今天我们问 问我们自己说 这个我们 活着是当时的使徒 活着圣经上 一直到现在 历史历代的这些基督徒 这些圣徒 他们为什么要受猜遣呢 我们可能 这个常常会得到的答案 就是我们要传福音 要扩展神的国度 要让人来 这个能够得救 能够认识神 来得福音 但是今天 在这个经文当中呢 我告诉大家 它是为着你和我的益处 一个方面是 为着那些不信的人 为着那些失丧的灵魂 我们要去抢救他们 让他们听到福音 然后呢 能够有进天国的确据 另外一个呢 就是当人去传福音的时候 是为着我们 就是传福音这个人的好处 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会经历上帝 为你预备的 你在没有去传福音之前 你所经历不到的 那个上帝的权柄 在第一节这里讲了说 给他们权柄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在马太福音的 这个大使命的这个经文当中 刚才我给大家 这个背 就是讲的时候呢 我前面有一句 我没有讲 主耶稣基督在讲后面的 猜浅的这个经文之前呢 他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因此你们要去 所以在那里 同样耶稣基督也讲到了 关于这个权柄 当你去传扬福音的时候 其实你是承接的 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一个 极大的一个权柄 这个权柄呢 是在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你带出能力来的 这个能力是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基督教的一些研究 关于这个教会历史 和研究圣经的经文的 有一些学说当中呢 有些人认为说 现在这个神迹奇事 已经消失了 但是其实我 作为我自己 我是不太认同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说 神迹奇事 只是有它的历史性的目的 当主耶稣基督 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呢 是为了让众人 能够认出他神儿子的身份来 当主耶稣基督 赐给这个十二个门徒 权柄的时候呢 它是为了让人能够认出 主耶稣基督所赐的 这个 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主耶稣基督所赐的 这个十二个使徒 是耶稣所猜浅的 传福音的人 认出他们的权柄来 认出他们是 这个传正统的福音的 这样的一群人来 这是他们所宣讲的 或者他们所秉持的 这样的一个关于神迹奇事的理念 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和我的观察 以及我对圣经经文的理解 我想现在神迹奇事依然存在 因为在马可福音那里 其实马可福音这一节经文 也是关于马可福音记载的大使命 它在十七节这里讲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喝了什么毒物 也避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避好了 信的人 他这里没有特定的子 就是当时的十二使徒 或者是牧师 或者是传道 或者是长老 他讲信的人 今天你有没有能够 传承耶稣基督的权柄 是在于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 你有没有去信服耶稣 有没有去信靠耶稣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的神迹奇事 比当初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 四福音当中所记载的 和这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 这个神迹奇事少了的原因是 人的需要 和人的信心 传承人的信心 和接受的人的信心 以及人的需要 今天在当时的那个时代 这个大麻风的疾病 他们没有办法医治 也许这个大麻风 就是在今天来看 就是一种简简单单的皮肤病 可能医生给你开一些 什么样的药膏 涂抹一下 你会好了 你就完全地恢复健康了 这个疾病就不会再困扰你了 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 他们有强烈的需要 需要这些使徒 或者是这些相信的人 能够救他们脱离 这个疾病的痛苦 因为当他们得了大麻风之后 他们就要被割离 当他们割离的时候 他们要离群寡居 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失去了人生的盼望 他们过一个非常淒淒惨惨的生活 所以当这些大麻风的人 看到耶稣的时候 看到耶稣的门徒的时候 他们带着极大的渴求 要求耶稣能够去医治他 他们当听到耶稣 能够医治病人的时候 他们就想方设法地 能够来到耶稣跟前 他冒着被石头打的那种危险 被人唾弃的危险 他们要来求这位医治的神 和求耶稣所拆遣的这些门徒 来医治他们 所以在今天要看你的信心 以及看你生命的需要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位神 你的内心深处 是不是真的 如果没有这位神的医治 你就没有办法 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而是过一个你所认为的 你所盼望的 那种喜乐的 你所想要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 和其他人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呢 当我们带着热切的盼望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会安慰人 神会医治人 神也会让他的神迹奇事 通过他的儿女们 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能够显现出来的 这个是关于传福音的人 所经历的部分 他在这里讲了说 天国尽了 你们天国尽了 当这些 为什么不说天国来到了 或者是说 天国已经到达你们的身上了呢 因为当福音 或者当医治 临到的时候 你是不是接受 你是不是愿意伸出手来 说主啊 我要这个天国的福音 当你要的时候 你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这个天 你就在天国当中了 你就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了 所以 主耶稣基督 他不单单是 要让那些师上的灵魂 能够听到福音 同样他也要造就 这些传福音的人 他要造就每一个 愿意按照他的命令去行的人 要让他们经历 耶稣基督的权柄 也经历做工的喜悦 和神所赐的这些能力的 这个是神 他所给你的 也是给我们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 就是说 耶稣基督所猜浅的目的 他猜浅人的时候呢 他给人 这样的一个 特别的 这样的一个恩典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我记得是 在我刚信主的时候 刚信主的时候 那时候 我去到教会以后 别人问说 你信不信耶稣 我说 我觉得很好 我就信了 但是呢 我对耶稣并不了解 然后有一天 那时候我也是 刚刚参加工作 有一天呢 我在家里边 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我父亲重病 然后 对于我来讲 我也是没有办法 依靠信仰 来度过那个难关的 但是有一天 教会的有一位长者 他知道了 我家里的状况 他就约我 他说 你每一天 这个每一周 你花一天的时间 找一个中午 你过来 这个我家附近的地方 我从 我中午有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可以从工作单位出来 我们呢 一起找个地方 吃一个简单的午餐 然后呢 我陪你一起来祷告 当时对于我来讲 其实我对于祷告 并不太了解 我也不知道 这个祷告 能够给我带来 什么样的果效 因为自己刚刚参加工作 以及家里父亲重病 得了这个癌症 而且是晚期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当一开始 他为我祷告的时候 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会开口祷告 他祷告的内容 然后呢 我也没有能够入到 我心里面多少 但是一次 两次 三次 我们一直进行了 大概有几个 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到后来 我发现 这些祷告的内容 都在我生命当中 不断地积累 直到2024年 年初 2003年年底 春节的时候 我回到家里面 去探望我父亲的时候 我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 去探望我父亲的时候 我发现 这些祷告 都积累在我的生命当中了 我面对我父亲的 面对这个亲人生病 因为我有一年多 没有见他了 但我心里边 是平安的 我心里边 是不会为我父亲 这个当时的状况 然后呢 自己边产生很多的焦虑 给家人很多的影响的 反而我的平安 对我的家人是一种帮助 同时呢 我也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会给我家人去传扬福音 盼望我的家人 盼望我的父亲 能够相信耶稣 所以我看到 就是说 其实也许那位长者 他真的是经历过 因为我从他的生命当中 对他过去的历史 他的生命的有些见证 有些了解 我知道他是经历过的 当他经历过 他将他的生命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个刚刚开始认识耶稣 接触耶稣的 接触信仰的一个人 他将他的生命来传递 他将他从耶稣基督那里 所领受到的 这样的祷告的权柄 然后呢 在我的身上应用出来 然后从而 也能够让我领受 这个神所赐的恩典 神所赐的保守 神所赐的平安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主耶稣他所做的这些门徒 每天都跟着他都看到 主耶稣当差遣这些门徒的时候 耶稣同样是 在他们的身上 是有一个传承的 是有一个爱的传承 有个信心的传承 一个做工的 然后得人灵魂的 这样的一个传承 今天我们得到 这位宝贵的福音 我们也是需要传承的 在圣经当中 无论是从旧约还是到新约 是非常注重传承的 当以色列人 他们从埃及 这个维奴之地出来的时候 神将律法 借着摩西的手和口 来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就吩咐以色列人说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 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儿女 你们要常常地谈论 并且要殷勤地教导你们的儿女 同样今天神所赐给我们宝贵的福音 这个生命的福音 要使我们的生命翻转和更新的 这样的一个福音 同样也是需要传承的 不但是不要离开我们的口 也不要离开我们的家 不要离开我们整个人的 我们的生命的活动 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弟兄姐妹 或者是有些朋友 他们将他们的孩子来带到教会 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 因为特别是在 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中 当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 我们知道 很多弟兄姐妹也担心 我们孩子他以后在学校 或者在社会上所接触到的信息 接触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信息 他能不能去处理 他能不能很好地去应对 所以很多人就愿意 将他的孩子带到教会来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 却没有来到教会 或者是他们的生命当中 却没有流露出一个 对于信仰 对于福音 一个强烈的追求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福音是需要传承的 也许这个孩子有一天 他的生命 真的是可以强壮到一定的程度 他可以抵御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糟粕的东西 这些丑恶的东西 但是他不一定是从你父母身上去继承的 如果他在你父母的身上 没有继承到 没有传承到 然后呢 他也不一定能够在别人的身上 能够传承得到 所以最正确的做法 就是作为父母的 作为自己渴望自己的儿女 能够有一个坚固的信仰 有一个坚固的保护的 这样新的人 自己先来热切地来追求耶稣 热切地来得到这个生命的福音 让生命的福音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 显现出作用来 然后你才可能让你的儿女看见 你才可能传承到他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 差遣这些门徒 他要让门徒得益处 他也要当他复活升天之后 让这些门徒继续地 按照他所做的 他所传的 他所教导的 能够传承给他们所接触的人 传承给那些失丧的灵魂 让他们能够真正地按照耶稣的教导 来过他们的人生 来得到他们的生命 最后一部分 我们讲的就是说 他们是怎样来受差遣的 或者是耶稣基督是怎样差遣他们的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 第五到六节 这里讲的说 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 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近 宁可往以色列家民事的羊那里去 因为这段经文 他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差遣门徒 所以这一次的差遣 其实也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生命的训练 所以这一次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教导 在当下的那次的教导 并不代表神对于福音的全部的心意 他只是当时的一个状况 神他的心意是万民得救 万民能够听到福音 所以在我们如果去上过关于一些宣教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宣教的会议的时候呢 常常讲到是说 我们要像这个有同文化的宣教 有异文化的宣教 有魏德之民的这样的一个宣教 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分类 或者是现在的这种 在这种宣教学当中 他做的一些分类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要让他们能够尝到宣教的 能经历到传福音的这样的 这种一种实际的这些经历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去外邦人那里传 你不要到撒玛利亚人那里传 按照这个历史宗族来算的 撒玛利亚人的祖先 其实跟他们是一个祖先 在那个时候呢 但是撒玛利亚的信仰堕落了 他们的信仰掺杂了 所以耶稣基督说 你要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 迷失的羊是什么呢 因为他所拣选的这些人都是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 他们非常熟悉这些以色列加迷失的羊 因为跟他们是同样的文化的 跟他们是同样的生活习性的 所以当我们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先按照我们熟悉的环境 我们熟悉的人群去传 当我们对于宣教或者对于福音 认识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逐步地去增加难度 这个呢是让我们去操练 怎么样将福音去传扬给人 这个是在这节经文 他所告诉我们的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七到八节 和十二节说 随处随传天国尽了 这个医治病人 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 然后十二节说 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当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常常的观念里边 我们是要让人去信我们的信仰 或者是我们去让这个人去得福音 得到福音以后 我们要去改变他的思想 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去改变他所熟悉的文化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采遣门徒 一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做的目的并不是这样的 他做的目的是要让人 能够得到生命的救恩 他要让人能够得到生命的祝福 他所做的是首先看到人的需要 是这些病人的需要 这些死人的需要 这些长大麻疯的人的需要 这些被鬼附的人的需要 这些人他们在现实的生命当中 他有需要 当这些使徒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是来解决他们现在 当下人生的困境 然后让他们知道 差遣这些传福音的人 差遣他们的这位神 是何等样的一位神 让他们尝一尝福音的滋味 让他们尝一尝救恩的滋味 然后第十二节说 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 当福音临到的时候 是祝福临到 是平安临到 我们不是要改变你 我们不是要给你一个 什么新奇的道理 不是要改变你的思想 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而是要让我们 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 能够让你得到人生真正的平安的 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他所做的 所以我们是传祝福 我们是传平安 是传天国救恩 让别人能够尝一尝救恩的滋味 尝一尝 这个救恩临到他的时候 他生命当中真正能够品尝到的 那个生命的喜乐 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喜乐 我们的生命有各种各样的光景 有各种各样的需要 每一天都有一些烦心的事情 来困扰我们 但是当救恩临到的时候 你看一看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 显现的时候 你的生命光景会成为何样的状态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九到十节 这里讲到是什么呢 就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很有很多的顾虑 我们有很多的重担 我们觉得我们不够 我们还需要带什么样的东西 才可以去传福音 耶稣在这里讲说 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行路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两件挂子 也不要带鞋和拐杖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拥当的 甚至我们连我们所说的 我们都不一定要思量说 这个人他怎么样来反驳福音 他这个人他怎么样 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当我们带着爱心 带着使命向别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 他会告诉我们 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他会供应我们心里所有担心的那些部分 他解决我们的问题 从而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安定的心 一个喜乐的心 然后能够将这份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这个是神要解决我们重担的问题 在马太福音的13到15节 在这里就讲到了 就是说那家若配的平安 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若不配的 你们所求的平安扔归你们 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 那个人信了 我们就喜乐了 我们觉得就成功了 但是如果没有信呢 我们是不是被打击了 被挫折了 然后呢我们心就失去了 对福音的一个盼望 甚至有些人也对福音会因着挫折 对福音有所怀疑了 但是在这里说 主耶稣明确地告诉这些传福音的人 你们是有这样的应许的 当你去向这个人去传皮安的福音的时候 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平安 他们没有接受福音 这个福音的平安 就会归到你们自己的身上 你们不会因着别人的拒绝 受到任何的影响 因为你们所传的福音 是那宝贵的福音 你们所传的这个福音 所代表的神的国度 是那不可摇动的国 你们所传的福音的这位神 他是满有能力 满有恩典 满有恩惠的神 他是磐石 他是不动摇的 所以我们仍然在耶稣基督里边 有这样的平安 第十四节 第十五节 其实是对不信福音的人的一个审判 当然这个审判不是当下的 他是在末后的时候的一个审判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 比拿成受的还容易呢 就当人不信福音的时候呢 必然会遭到不信福音的一个审判 耶稣说信的不会被定罪 不信的罪已经定了 当不信的时候 他的罪就在他的身上 当有一天 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 他在回到这个地上的时候 这位荣耀的王 他要实行审判的时候 这个审判的结局就已经定了 就临到这些人的身上 当然福音不是恐吓我们 福音是赐给我们平安的 因为人的结局 人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结局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只是把这个事实告诉大家 不是恐吓 而是说让我们认受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能够及时地 调整我们生命的状态和方向 我们愿意能够快快地来领受 这个福音 来领受到 来得到这个福音 给我们的好处 所以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由于时间内缘故 对我们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 他猜浅这些门徒 他不单是要让那些 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得好处 他同样让传福音的人 也得到好处 他更加认识耶稣 耶稣的爱心 我们人是有限的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爱心和耐心 去给别人 但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去体会耶稣 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 同样的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拿掉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 他让我们有平平安安地去传 将这个平安的福音 去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在今天主日的清晨 我们在纪念你复活的日子 我们一起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 让我们再一次领略 你在猜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你自己的心意 你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不单单是要让人得好处 也要让我们能够得到好处 你不单单是猜浅我们 主要你也供应我们 你也让你自己的平安来随着我们 今天福音的使命 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信的身上 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也愿意能够来传承 来领受你对我们的猜浅 让我们做讨你喜悦的 这样的福音的传承 感谢赞美主 你听我们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